好,我们这几个我们来去安装监控一个节点 监控节点的话,我们使用一个act-porter这个组件 然后去导出我们的一个metric的值,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下载阵点的话也是在paramix上面 看一下 tg us.io 看一下 然后的话act-porter 导出节点 可以看到,nodeact-porter 最新版的话是0.17版 rc10 我们这里面是使用哪一个版本 0.16 这个字应该是 19号更新的 我们因为rc版,rc版还是一种测试版 我们尽量稳定一点的版本 我们这里面的话,我们就使用16版的吧 16版 因为这边是写的1.16 我为了和后面的,然后做匹配 然后大家的话可以直接在这里 然后直接去下载 然后拖到另一个上面 就可以 可以 然后的话呢,我这里的话我直接下载看 可不可以下载 下载一下 我们把 三台主机 然后我们 连我们这一个 我们装三台主机 这样的话我们后面 然后去做实验的话 看的效果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 把175 和176 嗯,我们这里面的话 那个 然后 我们就解压一下 这个 它其实它也是一个可知性文件 我们看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可知性文件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包里面就一个可知性文件 把这可知性文件 把这可知性文件 拖一下 拖到 usrlook 嗯,并下面 然后的话我们同样也把它拖贝到其他两个节点上面去 然后 92.168 174 嗯,175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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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然后 176 那然后在另外两个节点上 我们去,嗯,看一下 这个是不正常的 这里然后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另外两个节点上面 应该都没啥问题的 都没问题的 我们这里把肢体调一下 看到然后都是可以的 然后的话我们继续 这里应该是 至于这个命令的怎样的使用的话呢 我们就是问到哪里我们都说到哪里 然后的话你想看一下 更多的一些命令帮助的话呢 直接刚刚help 命令也不是很多 然后的话下面这些无非就是说 要开启哪些服务 看一下哪些功能 开这些功能的话你看这些默认都是什么 默认然后开启 这些默认关闭 你假装启用哪些服务的话 你都把这个参数加一下就行了 你看那个比较常用的一些参数就是 那个真正端口 真正哪个端口上面 然后那个 还有那些那个 它的一个路径 你访问路径 然后这个日子文件级别 大家看到然后这些 都不是 都不是太难大家 对这些简单的一些英文 这里的话 这些每一个参数我们都 不具体的去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配置一下那个文本文件收集器 文本文件收集器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个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些 要收集的一些信息 放到一个文本文件里面 这些文本文件是通常是怎么样生存的呢 通常是 你自己写一个脚本 你写一个脚本 然后把那个提取 那个你系统里面 或者说你的APP里面的一些信息 你把它提取出来之后 把它写到一个文件里面 这个文件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act-porter 然后呢 去把它加载进来 加载进来 然后进行导出 我们来看一下 去创建一个 然后是ok-p 这个文件的话你可以肥片放 然后你主要是 自己要知道 你以后放在哪里了 你要知道这一点都可以了 嗯 tg file act 然后我们是 一个act-的数据 mata data 然后 mata data数据 然后的话 嗯 里面是角色 入了 嗯 等一个 doc save 然后的话 td center 你看这些信息的话 你可以把它标注一下 然后嗯 再属于 嗯 我们回来是北京的机房 然后的话 嗯 后面是一个 那这个车子值1 然后的话 嗯 看一下 嗯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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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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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像那个鞋子一圈数据 这个文本文件是那个收集 我们把它默认的话是一个加载的 我们只需要指定目录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再看一下这个 加载一个文本文件 但是我这个是开启文本文件 然后收集 然后的话默认求像是什么 是开启的 开启的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指定 然后它的目录文件在哪里就行 就这样指定 然后的话 应该是这里 指定这个目录 目录的话是 从一个文本文件里面读取Message的值 还有一个 启动一个系统的一个收集器 系统收集器是什么 系统收集器是我们的一些系统服务 比如我们的一个Docker服务 还有我们的一个SSH服务 或者是一个Asenker罗克服务 或者是说你的APP服务 这都是可以的 它都是一个System 然后系统级的服务就行 系统级的服务就是这个 Status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一般System S7 就是一个System 然后System第一 然后级别的一个服务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把这个也写一下 我们默认它也是开启的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一下 然后的话 我们把另外两个节点 然后先同时 创建完文本文件 然后再一起运行 我们来运行一下 想不想要174上去运行一下 嗯 NodeAxPorter 然后 collect 嗯 复制吧 别人到时候这里 打错的话 嗯 比较麻烦 然后这个是文件的 然后我们是在哪里 在VR level 这只需要那个指定目录就可以了 然后只需要指定一个目录就行 然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 嗯 在设置哪一个 嗯 第二个的话是设置我们的一个系统机的服务目录 其实我们这里面的话不指定也是可以的 你看到 嗯 systemd 系统机的服务 看一下 这个默认机 大家可以看到默认机是关闭的 我们要开启 我们指定这个参数 才是把它打开 打开系统机的一个系统服务的一个收集 嗯 我们指定还指定 collect 然后 点系统 systemd unit 然后 它又下了一个白名单 list 这个是在哪里的参数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 它后面是一个正在表达式 提供一个正在表达式去匹配我们的一个服务 我们这里面的话我们 写一下 写一下 然后是 嗯 doc服务 然后ss17 还有一个 嗯 async synclock 然后.server service 嗯 然后的话我们 那个后面是一个正听一个端口 嗯 正听一个端口 那个 我们那个首先的话 我们可以那个先去那个不指定 我们自己不指定的话 嗯 咱们看一下那个 它这个端口会指定在哪里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 嗯 它的一个路径 比如说 那个它一个资源路径 那个你访问的时候 要加的加上一个 我们的一个metric的路径 我们这里就加一下 嗯 web 嗯 我们这里面的话呢 为了防止 那个 嗯 和我们的一个 呃 那个 我们的 那个 我们的 我们的 那个premise 然后冲突 那我们的premise 然后节点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metric的值 我们的那个 防止那个和我们的这个节点进行冲突 我们这时候呢 就是9100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那个我们那个 嗯 不让它后台运行的话呢 它目前也是 直接是在前台上进行运行的 它并且还没有 没有参数说去指定 只要让它去后台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 看一下 就是 没有此类的一些参数 就是那个我们这里面 我们把它 often让它 我们把它 嗯 后台运行 看到 dreams דר 看到 然后这个已经在运行了 然后的话 我们另外两个节点 也同样的 然后把它 那个 启动一下 我们把这个程序拷一下 拷贝过去 然后并下面 not 18.20.175 然后176上面 它各个组件的话都是相互独立的 然后现在我们三个节点上都已经有这个参数了 并且的话我们这个文本文件 我们这里去创建一下 这个目录我们再去 -p 然后 这一下 然后我们把那个 它的一个 这条命令我们也把 不是把我们的一个内容把它复制过去 拷贝吧 cp -vrlevel not 我们这个也拷过去 8.20.175 然后也是vrlevel not 然后text 拷贝到这个下面去 然后176 现在的话已经拷贝拷贝过去的话 我们把它里面的值修改一下 vretc 不是 vrlevel 然后是 not 这改得上来 这能改成 广州 好 现在的话我们把另外两个端点然后也起一下 看到然后这个已经起来了 同样也已经起来了 都是监听在默认 都是监听在9100段统上面 我们没有进修改 嗯 监听完之后 这是那个我们的现在的话监听完之后 我们可以去尝试访问一下 看一下效果 然后是 92 9200 看到 然后 看 这个这个接点访问的时候 这个是通过这个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来这里设置的 嗯 在这里 看到 然后这是那个提取的我们整个 然后这个节点 节点上面的一些信息 像是这个什么CPU啊 磁盘啊 还有那个文件系统 之类的 然后那个这是那个三个节点上的一个安装 然后的话我们继续往下面进行配置 嗯 我们在那个parameter式上呢 然后去刮取一些我们那个配置信息 刮取一下我们的matrix的值 现在的话我们三个端点 然后是不是那个9100端口已经 那个 嗯 已经在监听了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9100端口 然后去那个 嗯 那个 拉去我们的配置信息 那拉去我们那个matrix值 嗯 也就是读量值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那个 嗯 parmeter式呢 然后我们运行在 然后20174上面 看一下 应该还在运行吧 看到这个还在运行 嗯 嗯 我们来那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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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话应该是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的 看到然后他只有他一个 嗯 本身的一个监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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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去那个 修改一下配总件 嗯 嗯 嗯 VM VM应该是 没什么安装 我们去安装一下 那么那个 VR的话 黑白的不要不好看 嗯 那个VM命令已经安装了 VM 然后的话我们去编辑一下他的配总件 嗯 嗯 这里面的话 这里面好多注释信息 注释信息的话 我们把它全部 嗯 把它删掉吧 免得爱我们的是 好 实际上的话看得比较清爽很多了 然后的话这个嗯 我们再那个大概那个说一下 嗯 它的配置 然后的话这个那个scraper scraper间隔 也就是说 这个是15秒钟 然后去 然后提 拉取一下配置信息 拉取一下metrics值 嗯 而我们那个呃 后面的话呢 是那个 大家看到 执行一个 如果是然后 如果是角色的 然后 那个时间间隔 是默认 这个默认是多少 默认是一分钟 而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设置了15秒 这个默认是什么 就是那个我们下面这些配置 那个各个角色 然后那个呃 配的那个各个角色之间 那个 的信息呢 我们默认是1分钟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面的话 是设置15秒 但是我们这个后面去具体的 去应用的时候呢 嗯 再给大家那个具体的 再说一下 这样的话已经看得比较清晰一点 这个的话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嗯 这个的话是呃 那个我们去15秒钟去那个 去拉取一下那个 嗯 它的一个嗯 那metrics值 嗯 下面的话呢 是一些那个 报警信息 那个报警定义 报警定义的话呢 我们后面的话呢 呃 会那个在单独的去讲解 我们这里面的话 嗯 就不详细的说了 然后还有它这里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它一个角色配置文件 好 那个呃 我们来看最主要的就是 那个下面一点就是说 那个我们那个呃 就整个刮取 那个刮取的目标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去哪个目标上去 拉取 嗯 我们的一个metrics的值 也就是说 拉取我们的度量值 嗯 我们这里就是那个来定义一下 我们也是 然后的话 我们是把它 嗯 这是那个 它自己本身的一个监控 我们后面直接去那个 嗯 加一个 嗯 嗯 嗯 加拨 嗯 然后 然后 然后后面是一个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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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称的话是你自己随便取的 这个 嗯 无所谓的 嗯 一个我们是这次使用的是静态配置 就是说 我们直接写使到我们配置文件里面去的 然后我们tagged 嗯 这个目标是什么 然后192.168.20.174 嗯 9100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92.168.20.175 9100 还有一个 192.168.20.176 嗯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是 嗯 三个 然后嗯 嗯 嗯 定义完成 所以说去这三个上面去 那个 拉去我们的度量值 嗯 我们来保存一下 保存完的话应该是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 应该是 嗯 嗯 这里 应该是没有起效果的 看到 要让起效果怎么办 而那个 要让起效果 而我们又不想去重启的话呢 我们先找到它的 嗯 嗯 嗯 它的一个进程 我们去queue一下 嗯 hap 然后的话是 9107 嗯 嗯 它应该是现在已经重新载入了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 三个端点 嗯 三个嗯 act pod act pod导出了一个节点 然后的话我们 看一下 嗯 9107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 它这末日使用的是什么 它使用的是一个 嗯 那个 它这个节点使用的是叫metrics 所以说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能还要把它去 那个 改回去 嗯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话 我们那个 嗯 嗯 我们这里用这个 嗯 你要办的话呢 你或者说直接在配置文件里面去修改也可以 嗯 这里是 这里是 直接你那个 你直接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去修改 也是可以的 但是的话呢 我们为了后面然后 嗯 不那么麻烦 那那个在这个job server里面去修改也可以的 但是我们后面不会那么麻烦的话呢 我们把它 嗯 统一的改一下 嗯 这里的话我们 停一下 看到这里 grip 然后是 unnot 然后我们cue了 9177 嗯 这还有很多输入信息 输入信息的话 嗯 我们这里先不管它了吧 你要选这个输入信息麻烦的话呢 你都可以那个使用重定向 然后那个把它输入到空文件里面去 嗯 因为这里应该 因为它一直联系不到这个metric的值 所以一直在那个file 所以我们这里面先暂时先不管它 哎呀 这个信息太烦了 我们把它 做一下吧 permares 然后我们把它cue掉 9107 看看有没有 嗯 现在的话已经cue掉了 cue掉然后的话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嗯 嗯 config the file 然后我们后面是 嗯 把它输出到 嗯 输出信息输出到一个空里面去 然后还有一个 嗯 错误信息 嗯 嗯 二杠 嗯 嗯 把它重新向了一个 嗯 i的1里面去 然后我们再后台运行 嗯 嗯 我们再去 后台运行 嗯 这样的话应该是 大家看现在已经在运行了 这样的话它都不会来回去报 那个 嗯 包括这些那个信息了 然后的话 嗯 看一下 嗯 刚才我们要去修改一下 它的一个 g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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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今天我们刚才已经停掉了 停掉的话我们来去 运行一下 是 哪一个 这个 嗯 嗯 然后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直接去掉吧 它默认就是一个 在matrix下面 所以我们这个都不要了 等下把这个复制一下 看到然后的话 这一个也是 ps-eux-creep-not 然后queue-10568 现在已经queue掉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然后我们这个也去 修改一下 然后还有这一个 看 已經 已经没有了 这里也去 先去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观察一下 这两个已经up了 这个的话稍等一下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是不是已经 全部三个节点已经那个监控起来了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去看到 一看到这收集了相当多的一个信息 然后这是174的 然后175 看到 76 这些信息的话我们如果需要什么信息 我们也可以去取什么信息 有的时候的话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信息都拿过来 因为很多信息我们有的时候是用不上的 我们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在服务器上然后去过滤一些收集器 怎样去过滤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定义的这个 使用一个parameter是一个参数 看一看 然后的话就多加一个参数 那参数的话呢 我们就收集哪些信息 你把你要收集的一些信息 然后添加到这里面去 我们来添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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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edc 然后的话我们是 然后的话我们是 collect收集 然后 cpu 我们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收集两个吧 至于三个man 用内存 还有一个 硬盘 硬盘 硬盘状态 tts 嗯 只要这三个吧 我们在时候去 重在一下配置 9268 嗯 9268 我们来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生效 嗯 嗯 大家可以那个可能从这里你可以那个看不出来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 嗯以前遗留下的那些信息 我们从这边去看 然后我们去查询一下 嗯 应该是配置没有生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配置是不是 改过来吗 嗯 已经改过来了 这是一个 我们都收集了哪些 一个内存信息 一个磁盘信息 我们去换一个 换一个其他的 一个tcp的 可以看到 然后这里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是那个 没有数据 我们这是 进行一个网络的 是没有数据的 这时候的话 都相当于 那个已经把它那个 过滤了 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 找个 嗯 硬盘的 disk 这个 嗯 应该只有一个硬盘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嗯 not disk 嗯 ste 这个硬盘状态在哪里 硬盘状态在哪里 硬盘状态的话 我们这里 找不到了 暂时没找到 我们看一下 嗯 嗯 再看一下 找一下 然后 嗯 硬盘 硬盘的话是可以 特别 AI收集信息是可以 收集到的 嗯 我们看一个CPU的 大家看到CPU的也是可以的 然后的话 网络 网络 因为网络的信息 我们那个 嗯 没有收集 它应该是网络的话 应该不显示的 它是没有收集的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过滤已经起效果了 这里面虽然说 这边是那个 这边为什么我没显示 这边是因为我们刚才 嗯 我们设置的时候是把 所有的错误信息 还有所有的正确信息 都输出到一个空里面去了 所以说这边的话呢 嗯 它没有那个 嗯 反映出来 实际上的话呢 它是已经生效了 嗯 大家那个嗯 这个呃 这个执行这个执行的时候呢 执行这些查询这些信息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 嗯 不要造成是这样的 看吧 你这里面是已经查询过这个了吧 然后你就去新增加一个 大家看到 你这时候再去执行 是查询不到数据的 这是那个嗯 这咱们找个可以查询到的啊 嗯 你看假如说我们是查询这个 是可以查询到的吧 然后有的时候 你可能点到这里面去了 你又执行一次 你看 这样的话查询不到数据 为什么查询不到数据 因为它实际上这是两条 那个表达式 而你的 然后这时候呢 因为前面这一条 你没有把它删掉 而后面这一条呢 你又增加了一条 所以说这时候呢 它是相当于使用这样的 那个表达式去查询 所以说都会查询不到数据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要把这些 把它全部清掉 嗯 那个不要把两条混合在一起 大家看到现在是不是 现在的话 已经过滤正常显示了 好 那个关于一个 嗯 那个一个刀的节点的 一个监控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